欢迎来到灵异税务讲堂 我是会计师灵异 在日常执行业务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常被问到的问题 就是自用住宅一个人25万 夫妇两人有50万免税额的规定 因为在湾区的房价高涨 纳税人出售了房屋 有可能面临高额的资本利得 所以这一条section121 能起到很大省税的作用 虽然这条规定的结构并不复杂 但是中间有一些细节的变化 这个25万自用住宅的免税额呢 大家可以详见section121 或是国税局的publication523 就是国税局的出版品编号523号 那一般呢 指的是符合条件的主要自用住宅 在出售时可以享受的资本利得的减免 而一般人呢 理解的误区之一是 只要是自用住宅 就可以符合这个25万的免税规定 因此呢 在一段特定的期间之内呢 一个人呢 也只有一栋主要的自用住宅 那国税局呢 又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呢 其实呢 基本上是要根据事实及人之场景来判断 例如说 我在北加州的cupertino会客及上班 我就很难宣称 我在洛杉矶的房子 是我的主要自用住宅 而其他更具体的条件呢 就是第一个 你主要自用住宅 你要看说 你使用这个美国邮政服务的地址 第二个呢 是注册投票的地址 第三个呢 是联邦集周税税表上的地址 第四个呢 是驾照或车辆的登记地址 而且呢 这个主要自用住宅呢 要靠近 第一个就是工作地点 就是像我刚刚上述的例子 我在cupertino上班 我就很难说 我在LA有一个主要的自用住宅 那第二点呢 也会看说 常常这个进出的银行的据点 那第三点呢 是说要看一下 是不是靠近其他的家族的成员 那第四点呢 是要看说 常去的俱乐部啦 或者是教会啦 是不是与这个很相近 当然呢 上述的要件呢 并不是每一条都要百分之百的符合 才能满足地址的要求 但是呢 应该要能够符合大多数的要求呢 以及人之常情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什么是主要的自用住宅 而这个25万的免税呢 除了满足是主要的自用住宅呢 还需要满足下面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呢 是必须要有房屋的所有权 意思呢 是在出售房屋的那个时间点 往回看的五年当中呢 必须有所有权 至少两年以上 然而若是夫妻选择合并申报 则其中的一方满足两年的 所有权的要求就可以了 所以呢 有一些夫妇在卖房子的那一年 选择了夫妻合并申报 第二点呢 要符合在卖房子 十点的前五年 居住满两年的要求 两年呢 也就是730天 只是呢 这个730天是不需要连贯的 若是夫妻合并申报的纳税人 若是要拿到两人50万的免税额 虽然仅需要其中的一方 满足所有权的要求 但是呢 却需要双方都满足两年居住的要求 有鉴于此呢 考虑享受这一个抵减额的纳税人 应该在卖房子的至少前两三年 就进行妥善的规划 若是呢 有配偶不幸去世 只要能满足上面的这两个要件 就是说居住的天数啦 然后跟所有权啦 那在配偶去世的两年之内 仍然可以享受这个出售 自用住宅两人50万的免税额 那在实物当中呢 我们有见过纳税人 因为符合这50万的免税额 而自己的资本利得低于50万 以为不需要申报 因此呢 有收到国税局的通知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还是要妥善的处理 那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我们事务所的官网 www.agapacpa.com 获得更多的税务讯息 或是指点我们Cupertino的办公室 408-725-1700 感谢大家的收看